你好, Yumi 其實由你開始玩這個比賽時 有沒有預料到自己有這麼好的成績 其實沒有, 我沒想過 我只想做好一個表演就算了 有什麼可以改善, 之後再算 說回來, 很多人都知道 你從小開始已經玩很多比賽 真的超過100個, 是嗎? 真的超過, 多到數不到 但為什麼你小時候已經知道 自己喜歡表演, 要參加比賽? 那時候一開始我還沒懂得唱歌 我不知為何, 我很想參加, 嘗試一下 然後發覺原來在舞台上的感覺 真的挺棒, 我可以在舞台上 看到觀眾、評判 我慢慢學唱歌, 之後很喜歡音樂 然後慢慢參加這麼多比賽 你記得自己第一次參加的比賽嗎? 我記得 你做過什麼? 我當時唱一首英文歌 但我記得當時只有我一個小朋友 全部都是大人 你當時是多少歲? 我當時是六歲 六歲唱一首英文歌? 對 你看到只有自己一個小朋友 其他大人, 你有沒有歇場, 很害怕 當時我很害怕 但我當時是黏著媽媽 其實我覺得那個比賽有一個好的經驗 因為我入了決賽 很厲害 已經很開心 但這次是一個電視上的大型比賽 家人當初有沒有勸過你 想清楚 始終不同的 沒有 馬上報名 那時候有很多人在這裡 我那種感覺是非常非常非常緊張的 你覺得自己這次參加比賽 和之前的有很大的分別嗎? 當然有 因為其實是有很大的分別 通常我之前的比賽都會在… 可能有些商場或音樂館等類似的 但我真的沒試過 第一次見25位的評審 是很緊張的 而且舞台非常大 還記得第一次踏上這個舞台的時候嗎 那時候是震動了 我緊張得… 站位也震動了 然後我唱歌 其實當時是失準了 因為可能不夠穩定 是 而且第一次踏上這個舞台 是 真的很緊張 但玩了這麼多回合 你覺得自己現在習慣了 適應了這個舞台嗎? 適應了 就是開始覺得… 其實都是他們25位 都是…他們坐在這裡也沒什麼 那我就照顧自己 如果可能跳舞的話 要多一些交流 可能要對著評審 如果自己單獨唱 就可能… 其實都是看一時時的歌曲是怎樣 是…你說起跳舞 因為之前大家都看到 你幾個跳舞的演出 大家越來越喜歡你的表演 譬如有跳舞街 之前《心急人上》 你自己又喜歡這兩個演出嗎? 其實我很喜歡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我沒試過 其實真正沒試過跳牆 而且… 以前就算比賽也沒試過跳牆 沒有,我只是只是跳牆 但我有學過跳舞 我有試過把兩件事放在一起 但那件事是沒做到最好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但其實是好玩 但坦白說,這兩首歌你之前聽過嗎 聽過,當然聽過 我以為你這麼小 你小時候已經有的歌 我有聽過,我媽媽經常聽 是嗎?媽媽經常聽心急人想嗎 不是,我家人聽舊歌 聽舊歌,反而有甚麼舊歌 你是熟悉的嗎 其實我特別熟悉英文歌 你跳唱有很多人的評論都很好 評判也很讚你 聽過哪些評論令你很開心 你們這樣說 其實甚麼都很開心 他們說甚麼都很開心 但我也會跟自己說 不要放在心裡 因為一聽到就很容易… 因為他人開始很高傲 所以我盡量跟自己說 聽完就算了 去下一個歌,然後繼續下去 即使別人稱讚你 你還是要保持… 不要讓自己驕傲 對 如果當你面對負評 你也知道現在很多事情 即使你怎樣 都會有些人覺得不好 對 你會怎樣面對 我都會聽,我都會看,我都會接受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他們不同的想法 其實他們看到甚麼想甚麼 他們就表達自己的意見 我都阻止不了他們 但你這個心態是由… 一開始比賽已經有 還是慢慢磨練到你變成成熟的想法 其實是慢慢磨練到的 因為一開始我參加… 我唱第一首歌的時候 就開始有些負面的評語 對 其實那時候是有點不開心的 但我是不開心的那一刻 之後就沒甚麼 之後就慢慢慢慢 其實會越來越多 而且你不知道他們怎樣想 他們各有各自行的想法 所以就無法控制 所以… 對,我不用理會那麼多 始終因為你們現在玩這個比賽 你們身邊那些雖然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都是你們的對手 那你坦白說 有沒有說你是誰是一個勁敵呢 我覺得其實… 其實每個人都是 因為他們每一個都有他們自己的強悍 是 我當… 尤其是我們四個姐妹 我、Findy Chantelle、Gigi和Windy 我們四個都很親密 是 但是反而我們四個都有不同的強悍 Gigi因為她一直都是一個很強的對手 有否曾經有一點羨慕妒忌 沒有 完全沒有 因為其實… 全部人都已經承認她是很有實力 是 她是很厲害的 我還是當她是一個好的榜樣 去學習 但你另一個好姐妹,Windy 她就已經… 哎呀 她已經承認了 不要看了 那時候是很不開心的 是 因為… 都是… 因為我一進來這個比賽 我認識她 我們是很友善的 是 但其實這個比賽遲早都要被人勾 是 所以一開始就很不開心 但也有保持聯絡 現在因為始終比賽越來越… 淘汰了那麼多人 開始越來越緊湊 你自己會否說 這段時間你就剛好 你已經考試了 是呀 可以全程投入在比賽中 是呀 你會否怎樣去訓練自己 去逼自己 你是不是逼得自己很緊 要求很高的那些 都是的 我會想回… 我會… 我做了甚麼是對的 有甚麼錯 我會寫下來 然後我就會想 我會想… 想到… 肯奮為止 你讀書也是這樣 我會溫完書 我才肯奮睡 我會弄好我要做的事 我才肯… 肯安樂地睡覺 但幸好考完試 然後我可以放四天假 可以放四天假 剛好是當天要比賽 所以就有充足的時間去準備 你平時會怎樣去訓練自己 譬如當你有放假 一起來,你會做甚麼 立刻要練歌、開聲 還是怎樣 我一起來 我會偷懶 偷懶一會兒 然後跟我的小狗玩 然後就先做功課 如果有功課的話 然後就慢慢… 即是人慢慢醒 慢慢開聲 然後就練歌 然後做運動 你怎麼練習?有嗎? 有,就是跳繩 就是跳繩 跳繩或跑步 因為你跳唱也很需要演戲 對 就是用這種方法來… 而且我本人不喜歡跑步 但因為為了這個比賽 所以我要練習我的演戲 所以就跑步 但我現在越來越喜歡跑步 而且你自己會否有個想法 就是假設我們結束了比賽 有機會入行 你也想向著跳唱方面進發還是怎樣 也想的 也想在每個方向… 每個範疇 對,也有一點 跳唱也有,慢歌也有 什麼也有 對,還有演戲 你小時候是個童星 演戲 明月嫂,你真的不讓小廚讀書嗎? 聽說今天入學的話就不收錢 但如果遲些想讀的話 就要收學費 現在每個女生都去了 女兒,那你去吧 明明很聰明 律師小計姐 我會有份的 你那時候也是想試試 是 那時候也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我看你也拍了很多電視劇 對,那時候 不斷回來拍攝 如果有機會 你會否也想在演戲方面發展 也可以試試 即甚麼都有機會來就試吧 而且趁你現在要好好讀大書 對 因為始終年年輕 希望你將來真的有機會 做到你想做的事 好 好 繼續加油,好嗎 好 好,謝謝 謝謝 謝謝